你会为了家庭而忍气吞声,甚至不惜伤害尊严吗?我会。 这就是我为什么会约对面这个男人出来的原因,我叫孙涛,26岁,结婚三年了,拥有一位让周围人都特别羡慕的美丽妻子,李娜比我小两岁,气质温婉,皮肤净白,身材高挑, 不仅颜值方面无可挑剔,就连声音都甜得入人心脾,性格大方对人热情,无论是和我的父母,还是我和他身边的那些朋友都能把关系相处得非常好,在家里,他把我和女儿照顾得无微不至,一日三餐享尽花样,家里从来都是整洁如新。 一尘不染,可以说,在我认识的人里面,说起他就没有一个不竖起大拇指的,说他是个完美的女人,都不会有人反驳,过去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,直到那天结婚纪念日,我才发现,原来这所谓的完美,纯粹只是我这样认为,那天,我为了给他一个结婚纪念的惊喜, 特意告诉他说,我今天会在公司加班几个小时,但其实我是去了一家地址有点远的店,准备给他买个礼物,送他一个惊喜,谁知道我的惊喜还没送出去,他先送了一个惊喜给我,当我结完账。 拿着特别定制的礼物,从店里走出来的时候,一对男女从不远处的酒店走出来,旁若无人地在街边热情拥吻,他们沉浸在热吻之中,丝毫不在意路边行人的目光,脑海中仿佛只剩下索取,不断地找对方索取更多。 我说,我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,从没见过,但他怀中和他亲热的那个女人,却是我深深爱着的妻子李娜。 平时我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,按时上班到点下班,下班就第一时间回家,每天两点一线地从不出去乱玩,如果不是公司强制要求,或者是朋友推不开面的话。 我都会选择回家,相比在外面唱歌喝酒,我更喜欢在家陪老婆孩子,也许正因为清楚我的生活规律吧。 他才会这么大胆,明明是个已婚的有夫之妇,却在大街上肆无忌惮地和别的男人亲热拥吻,即便我所处的位置并不远,但就像大多数人在路上不会特别留意陌生人一样,妻子也没注意到我在这里。 当然了,这和在人群中是否打也没关系,毕竟,他现在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搂着他的那个男人身上,突然遇到这种事情,对我来说无疑是个绝对无法承受的毁灭性打击。 家里家外从来都是贤妻良母,温柔贤惠的他,还有机灵可爱的女儿,一直都是我心中最美的那树的白月光,是不容玷污的存在。 我从没想过会有一天,这树不容被玷污的白月光,会被别的男人搂在怀中,而且还回应得这么热情。 然而,虽然这一幕让我心如刀割,我却没有想过要离婚,女儿还那么小,我不能让他变成善庆家庭长大的孩子。 所以,为了挽救我的家庭,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,我决定从那个男人入手,只要没有他,一切就能恢复如初。 当晚回家,我没有表现出异常,不过暗地里,我偷偷地在查这个男人的信息,黄天不负有心人,他还是让我找到了。 这个男人叫江凯,年龄和我一样是26岁,在一家保险公司,任职销售主管,业余职业是足球运动员,不得不承认,不论从口才社交,外形外貌,还是身高体型方面,我没有一样能和人家比的,但我还是要守护我的家庭。 所以,为了不让我们的婚姻出现裂痕,我决定一切的痛苦,都有我来承担,于是我瞒着妻子,偷偷找上了江凯,以买保险的名义。 孙先生,我们公司的产品,差不多就是这样了,如果你有哪些不清楚的地方,可以指出来,我再详细给您介绍一下。 江凯不愧是保险销售主管。 如果不是因为我找他的目的很明确,很可能会在他的话术下买一份保险,看着江凯脸上并不值夜,反而还特别有清和力的笑容,我知道是时候说出自己的来意了,我自我介绍一下,我叫孙涛,身份是李娜的老公,我想你应该清楚我为什么来找你了吧。 江凯微微愣了一下,低头叹笑,虽然我已经料到早晚会有这么一天,但我没想到这天会来得这么快。 首先,我必须要跟你说声抱歉,毕竟我的行为对你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,这是我不能否认的事情。 看着江凯认真的表情,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了,其实,在我下定决心跑来找他之前,也在脑海中想象过无数种结果,被他无情地奚落,嘲讽。 毕竟是他占便宜我吃亏的事情,而且他是做保险行业的,口才肯定比我好,又或者是他恼羞成怒,当场狠狠地揍我一顿,我一个文职人员,体能哪里是他这个业余足球选手的对手。 但我怎么都没想到,碰面之后居然是这种结果,他居然表现得这么冷静,而且还很理智地跟我认错道歉,在我的观念中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。 不说当场打起来吧,最起码也会大吵大闹一番才对吧,见我沉默着不说话,江凯微微地皱起了眉头,过了好一会才又一次开口说道。 你来找我的目的是什么? 如果是赔偿的话你说个数字,只要不是太过分,我会想办法凑给你,其实我很想直接说,我不要你的钱,只要你远远地离开我妻子,但这么轻易地就原谅他,我又不甘心,见我依然默不作声,江凯又追加了一句话,如果你是想出气的话,我可以陪你打一场,但我不会放水让你, 毕竟我虽然有责任,但责任并不全在我。 没想到这句话恰好点在我不甘心的位置,却也让我冷静了一些,没错,我是真的想要揍他一顿发泄心中的怒火,戴绿帽这种事对一个男人来说。 是何等憋屈的事情,可是我知道自己打不过他,也许正因如此我才不甘心吧。 不过,在他说完这句话之后,我就放弃了,赔偿金什么的,不要再说了,我不是来找你要钱的,这次约你出来,只是想告诉你,离我老婆远点,不要再骚扰他了。 江凯健壮却只是淡淡的一笑,你一个人来找我,应该是想瞒着他把事情解决,让生活回到原位吧。 我可以帮你隐瞒我们见面的事情,我可以答应你不和他联系,也不和他见面,但你能保证他不会千方百计地联系我,甚至跑来找我吗? 我怕猛地站起身来,睁大双眼,死死地瞪着他的脸,不会的。 只要你不主动联系他,娜娜是不会去找你的,他不是这样的人。 我说句实话吧,我确实对你妻子动了心,毕竟他那么性感迷人,你是他老公,应该最知道他的魅力吧。 但如果我告诉你,我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时候,主动的并不是我一个人,你相信吗? 不可能,绝对不可能。 我知道你很难接受,但这就是事实。 而且,我已经答应你不再和他联系了,还有说谎骗你的必要吗? 我文言沉默下来,虽然我非常不想承认,但江凯说的没错,从我们见面开始,他一直都表现得冷静又理智,反而使我的情绪不够稳定,而且在我没拿出实际证据的时候,他也没有选择逃避或否认,而是很有担当地在和我商量怎么解决问题。 可是,让我就这么相信他说的,我办不到,万一他是骗我的呢? 说谎这种事,本来就不需要付出成本,张嘴就能来,江凯见我沉默,继续说道,虽然你是他老公,但我想,你并没有那么了解他,他应该没和你说过他过去的那些事情吧? 既然是过去的事情了,我就没必要去了解,过去是过去,没办法改变,我只要守护好,现在就行了。 话说到这里,我就不准备再和他聊下去了,省得他再说些奇怪的话刺激我。 然而就在我刚起身的时候,他却又开口了,只要我沉默地抽身,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对吧,但是这样真的没问题吗? 你能保证你妻子不会找其他人? 她既然能和我发生关系,那么和其他人也会吧。 妻子被说成荡妇,我有些恼羞成怒,这是我的问题,不用你操心,也不关你的事。 你之所以单独找我,只不想破坏家庭吧。 想一个人扛下来,是为了女儿,还是和李娜的夫妻感情? 其实任何事情都是堵不如梳,你与其整天提心吊胆的防备,不如换一个更加有效的方法。 想要守护好自己的家庭,只需要让那些想把你的家庭弄得一团槽的嫁祸,没办法介入进来就好了。 不用了,我说过,这是我的事情,不需要你操心。 我不知道江凯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,但我已经不想再听了,话述说不过一个买保险的,那就不要跟他说话,而且这个家伙虽然一直很理智,但不知道为什么,每次看到他脸上的微笑,我心底就开始发寒。 不过他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,就算他不跟李娜联系,但我无法确定李娜会不会主动联系他。 现在江凯这边已经搞定了,那么剩下的就是李娜了,虽然江凯说了很多李娜的事情,但我还是决定不摊牌,这件事如果摆到台面上来,那么夫妻之间就对出现一道裂痕,就算我强调原谅他, 这个雷始终还是存在,最好的情况是两人都假装看不见,任由这根刺放在这里,然后不知道在将来的哪一天,因为一点小事就爆炸了。 至于最坏的情况,那就是李娜破罐子破摔,不管不顾地抛下我和女儿,彻底成为江凯的王物,所以按照我原本的想法,将事情隐瞒下来才是最正确的。 当然了,瞒着他不代表什么都不说,这种事情绝对不能默不作声,所以还是要想办法从侧面点他一下,不能让他为所欲为下去了。 老公,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? 刚才我打你电话也没人接,你等我一会,饭菜都凉了我给你热一热。 刚一进门,妻子就和往常一样对我关怀备至,这平时很日常的事情,在现在看来却显得弥足珍贵。 哎,我也没办法啊,我换好了鞋子,一屁股坐到沙发上,本来都准备回家了,结果同事非要我陪他喝酒。 妻子文言略带不满,谁呀? 这么没谱,刚下班就拉着你喝酒,他没家的嘛,就算他没有,可别人有家呀。 你也知道家呀,你要是真知道还有这个家,就不会跟别的男人在外面鬼混了。 我这么,我心里正想着,然后突然就呆住了。 没错,这就是那根刺,即便我已经决定原谅了,它还是影响到我了,但是这恰恰也证明了我的决定是对的。 既然要保全这个家,那就绝对不能摊牌,不然这颗雷绝对汇报,想到这里,我赶紧在心里好好地调整了一下心态,等平静下来了,才开口对妻子解释。 其实也不能怪他,他家里出了点事情,心里实在是堵得慌,没办法了,才会找我喝酒。 我其实挺同情他的,妻子很是赞同地点了点头,认真的说道,这样啊,那也难怪了,好吧,那就不怪他了。 对了,你把饭再热一下,我赶紧兑付两口,那个家伙完命地往嘴里灌酒,害我一点东西都没吃。 你那个同事家里发生什么事了,让他这么伤心,哪有人这样喝酒的呀? 虽然同事这件事是我编的,但实际上我确实也是没有吃东西。 毕竟发生了这种事,哪还有心情吃东西,而且为了不露馅,我在回来之前还特意喝了不少酒,说实话,我自己都不清楚我是为了装样子,还是真的在借酒消愁。 哎,说起来他也是挺惨的,原本他和咱们一样是个幸福的小家庭,老婆漂亮,女儿也听话。 可最近他发现他老婆在外面有人了,听他说对方好像是个跑业务的,模样长得还挺帅。 我说到这里的时候,稍微停顿了一下,不着痕迹地瞟了妻子一眼,果然,他的表情变得有些不自然了。 嘿嘿,那个家伙喝酒的时候,不停地说他羡慕我,说我有个这么好的老婆,不像他瞎了眼找错了人。 呃,是这样啊,那他,还真是挺惨的呢。 还是咱们幸福哦。 妻子笑着回应了一句,看上去好像是没什么问题,但我却看出了他笑容中的一丝勉强。 其实,我本来是可以早一点回来的,可那个家伙喝得太多了,在那里大吵大闹的撒野发酒疯。 这也就算了,可后来,我们准备走的时候,他还扬言要砍死那对狗男女,我好劝,逮劝了半天,他才消停。 后来,我怕他喝多了做傻事,只能先送他回家,等他睡着了才赶回来的。 倒是让你等急了吧老婆。 我话说到这里的时候,饭也吃得差不多了,所以在说完之后,就很自然地朝他看了过去。 啊,没事的,毕竟他喝多了嘛,你陪着他是对的,万一他真做了违法的事情,那就不好了。 如果是以前,我还真不会注意什么,但现在,我却能很明显地感觉到,他说话的时候,有些紧张和心不在焉,当晚睡觉的时候,我提出想和他亲热一下。 当然,这并不是我真的想要那啥,我现在也没那个心情,之所以会提出这个要求,只不过是一种试探罢了。 结果他以身体不舒服,为理由答应,明天再好好地补偿我,其实本来我还以为他不会拒绝的。 等他答应了之后,我再找个理由说改天就行了,毕竟他做错了事,正常人做了亏心事,一般都会心情焦躁不安,为求心安,总会想办法找到一条出路,不管是弥补也好,还是恕罪也罢,都会对另一半格外好一些。 而且刚才我还故意点了他一下,结果谁知道他拒绝的这么干脆,这种反应,确实让我有点搞不懂了,他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,明明下午才和别的男人睡过了,现在我找你要你却拒绝,不管怎么说,我也是你老公吧,还不如一个外人,直到第二天我才明白。 他不是不弥补,而是换了一种方式,他弥补罪恶感的方式,在生活上对我更好更体贴,接下来的一段时间,妻子非常完美地诠释了一个做错事的女人,在心虚的时候应该有怎样的表现,这种表现不仅仅是在日常生活中,就连深夜的夫妻生活,他都尽心尽力地让我有更好的体验感。 这种日子让我重新感受到了幸福,那是在他没有出轨之前,时常会被我不小心忽略掉的幸福,不过我并没有因此放松警惕,不知道是谁说过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。 虽然我不是很认同,但不得不防,所以,这天我专门找了一些我们共同的朋友,以聚会的名义让大家都出来玩,这样就可以把他也带上。 当天晚上,在我的刻意引导下,现场的气氛非常好,很多人都喝得名鼎大醉,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他。 而我因为事先有专门准备解酒药,同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厕所催吐,所以即便喝了不少,却也没什么醉意。 回家之后,老婆醉到甚至连妆都没发泄,刚躺上床就发出了轻微的憨声,而我则是趁着这个时候拿起了她的手机。 本来我只是想看看,她到底还有没有和江凯联系,她的解锁密码我知道,一向都是用结婚纪念日,只不过出于信任,我们都不会去偷看对方的手机。 如果不是这次的事情,我想我会一直保持这个习惯。 然而就在我准备解锁的时候,手机屏幕上却跳出来一个提示信息,密码输入错误,请重新输入。 一看到这条提示内容,我的心里就有些不好的预感了,她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要更改解锁密码,带着这个疑惑, 我将手机屏幕对准妻子的脸,既然密码打不开,那我就用人脸识别。 然而因为妻子脸上的妆,我试了三次才成功解锁,手指在屏幕中间向下一滑,一个简单的界面被拉了出来。 这里面有系统提示的最近和常用APP的记录,忽略掉浏览器和听歌软件这些常用APP。 直接打开了她的微信,庆幸的是我翻遍了通信录和当前绘画,都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地方, 就连朋友圈里面的点赞回复记录我都看了,全都很正常,而且大部分回复点赞的人我都认识, 本来想着重新翻看一遍,可我将当前绘画拉到顶的时候,不小心多划了一下,把微信小程序使用界面打开了。 也就是这个不小心的操作,让我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地方,在最近使用的小程序里居然有一款游戏, 如果是其他人的微信,有点小游戏我都不会觉得有问题。 但唯独他不同,因为他最讨厌的就是游戏,以前我的游戏瘾就是被他戒掉的,当初因为我玩游戏这件事, 没少被他说,最后为了不影响感情我才戒掉的,一个极度讨厌游戏的人,手机里面居然有游戏,而且还有最近使用的记录,这种行为不是很奇怪吗? 对于一个游戏迷来说,想在游戏里找问题,可比在其他软件里简单多了。 打开游戏界面之后,我直接点开了好友聊天框,如果他真的有问题,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在这里。 说实话,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什么心态。 明明不希望他继续出轨,可找证据的时候却有种挖地三尺的感觉,也许这就是我一直担心的那根刺吧。 两个人的感情,出现信任崩塌之后,就在难建立起往日的信任了,怀着坠坠不安的心情,我点开了好友列表中唯一个一个名字,聊天框打开之后,我的世界彻底崩塌了。 家庭,孩子,夫妻感情,这些过去被我示弱珍宝,甚至远超自己生命的东西,全部都被抛在了脑后,可以确定的是,这游戏是我见江凯之后才开始的,因为前两条消息的时间,就是那天我离开之后的下午。 有什么事情在电话里,说不就好了吗?为什么一定要在游戏里,你知道我不喜欢游戏的,还是小心一点吧,你老公已经发现我们的事情了。 什么?他,他是怎么发现的?什么时候的事?还有,你是怎么知道的?你老公今天跑来找我了,他让我和你断绝联系, 看样子是不准备把事情戳破,还想跟你过日子。那你答应他了,以后就不准备和我联系了。 哈哈,怎么可能?我可舍不得你这个迷人的小妖娶,我只是糊弄他的,不过以后咱们得小心一点了,就用游戏联系吧。 那就好,那我现在怎么办?她都知道我们的事情了,那我。 看到这里的时候,我恨不得把手机都给砸了,明明事情已经严重到可能要离婚的地步了,这个女人最在意的,居然是江凯会不会和她断绝联系? 得到她肯定的回答之后,才开始关心我们的婚姻,也就是说,在她的心中,这个男人比我重了多了,我甚至都感觉,只要江凯开口,她就敢抛夫妻女地跟她走,放心吧。 你老公既然偷偷地来找我,那就是不想戳穿,既然如此,你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,正常过日子就行了。 不过,出了这么大的事情,她肯定会想办法点你一下,你只要装得心虚一点,然后稍微对她好点就行了。 那,你今天有空吗?我老公既然偷偷去找你了,那应该是等到下班时间才会回来吧。 我想要,你个小妖卷,前几天不是才喂饱你吗?这么快就饿了,难道这几天你老公没有给你吗? 给我,可是不够啊。别说了你赶紧过来吧,我想得都快疯了。 好吧,不过今天时间挺赶的,你自己先准备准备,等我过来了,咱们直接进入正题。 那天的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,而我也终于明白了一件事,为什么那天晚上我找她要的时候? 她会拒绝我了,原来是下午就和江凯发生了关系,而且还是在我的家里, 不和我亲热很可能是身上留有什么痕迹,怕我看到吧。 但以上这些内容都不是最伤人的,真正让我痛到灵魂深处的,是他们几天后的那段对话。 在吗? 我们好久都没见面了,我好想,很想。 嘿嘿,你个小妖卷,到底是想我还是想她啊? 哎呀,都想都想嘛,你有时间吗? 我们找个酒店见面吧。 不行啊,你最近不是还要应付你老公吗? 最近还是消停一点,不然被她发现了,我是没事,但你会被亲戚朋友说闲话吧? 哎呀,不会被发现的,我不管,我今天必须见到你,我已经快忍不住了。 其实,我倒是有个注意,就看你敢不敢尝试,如果成功的话,以后咱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,不用再担心被发现了。 只要,看完了两人的对话记录,等会回过神来的时候,身上的衣服都已经被冷汗给浸湿了,江凯这个王八蛋。 原来早在我去找她那天,就已经在想办法算计我了,只不过我当时没大理她,她和李娜说的注意,其实就和她那天最后跟我说的话一样,就是那个防止其他人介入的更有效的办法,综合她之前准备忽悠我的那些话。 再加上聊天记录里面说的,我大概能明白她到底是怎么想的了。 首先拿李娜做文章,告诉我她本性就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,然后明确表示歉意,并保证不再联系李娜,降低我的戒备心。 然后她再弄几个小号,在网络上跟李娜王暧昧,最后找个合适的机会,让我无意中发现这件事。 但是,这么做就是为了证明她说的话,就算没有她,李娜也还会找其他的男人,最后还是会破坏我的家,如果我还想守护这个家,那么就不能让其他人有机会至于怎么做到这点。 当然就是让李娜身边有一个男人啊。 从我一开始和她见面,她就表现出一副特别配合的样子,主动给我道歉认错,甚至还提出赔偿金的问题,为的就是立个人设,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。 等到我真做决定走出那一步的时候,她就是最好的人选,她是把准了我的脉,见我为了守护自己的家,甚至能原谅妻子出轨,就想利用这点。 温水煮青蛙一点点的让我接受,最重要的是,即使她的想法失败了,最多就是我和李娜离婚,她屁事都不会有,反正李娜在她面前比狗还听话。 如今,事情发展到这一步,就像是癌症末期的病人一样没救了,我无法拯救这个家,也留不住她的心,江凯那个狗东西糊弄我,李娜这个剑婊子戏耍我,而我就像个白痴一样,被他们掌控于鼓掌之间,我去你码的,我靠你全家祖宗十八代,杀了你们,杀了你们这对该死的狗男女,我要你们死。 要你们死。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?想守护自己的家庭,好好过日子有错吗?想给孩子一个完整家和父母的关爱有错吗?明明我要的东西并不多,可为什么就这么难呢? 难道做个老实人就应该被欺负?难道老实人活该被欺负?既然你们觉得老实人好欺负?那么,我就要让你们知道,老实人发起火来,会让你们付出怎样的代价? 接下来的几天,我依旧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,在家里就和从前一样,跟李娜表演着恩爱夫妻的戏码。 然后在几天之后,李娜无意中露出蛛丝马迹的时候,我也无意中让她发现,我偷偷地看了她手机,接下来的几天,我在家里情绪低落,特意在李娜的面前表现出一副痛苦不堪,心事重重的模样。 其实我根本就不是在演戏,只是把之前心中憋屈挂在脸上而已,因为那种钻心的痛一直都存在,只不过是被我压在心底罢了,时间又过去了好几天。 经过一番凄惨的痛苦挣扎,我在万般无奈之下,在一个夜晚拨通了江凯的电话,喂,哪位找我? 是我? 呃,孙先生。 那个,你找我有什么事吗? 我可是严格遵守我的承诺,没有再和你老婆联系了啊。 严格遵守承诺,没有和她联系,你个狗东西可真说得出口,我拼命压制怒火,用尽量低沉的语气说道,我知道你没有和她联系,我这次给你打电话,不是追责。 只是有件事情,想要问问你。 你上次说,有个更有效的办法,可以,让那些想要破坏我家庭的人,没办法介入进来,是是什么意思? 电话那头的江凯沉默了一会,我想,应该是看我上套了,正捂着嘴巴偷笑在吧。 过了二十多秒她才开口,看到你也发现你老婆的本性了,其实我的办法很简单,只要她身边有一个男人,其他人就没办法介入了。 你想守护自己的家对吧?最担心的应该是你老婆,她被不知道什么人给夺走,然后整个家都散了吧? 既然如此,与其让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乱来,为什么不干脆找一个守规矩的人呢? 起码,不会让你家破人散不是吗? 江凯说完之后,我刻意没有说话,同时还专门对预话筒的位置喘粗气,就像是在做着剧烈的心理斗争一样,你说的这个守规矩的人,其实就是你自己吧。 行,我知道了,既然这样,就按照李娜的意愿来吧。 接下来的时间里,我频繁地和江凯联系,而我们商讨的内容,则是在时间上,怎么配合他们两个偷,请,很可笑吧。 之前我自己都觉得可笑,不过现在我已经不在乎了,因为很快他们两个就会遭到应有的惩罚,为了不让江凯有所怀疑。 同时也为了证明,我这只青蛙已经被水煮熟了,他们相约的时候,我都会很合适宜地加班,刚开始,他们还稍微收敛一点,可随着时间的推移。 两人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,甚至还出现了夜不归宿的情况,而且就连个可信度高一点理由都懒得编了,直接用一个别角的借口就把我打法了。 不过我还是笑眯眯的答应了,当晚,趁他们在外面快活的时候,我拿着借来的电钻,在卧室和客厅的墙上,找了个隐秘的位置打了个孔,之后又专门跑了一趟旧货市场,找了好久,才从一个进城来卖货大爷手里,找到一个很老旧的手机,就是过去那种充电要把电池卸下来。 然后号码卡也是在电池底下的那种。 花了五百多块钱买下来的,搞定了这些,又专门跑了其他的几个位置,将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,才开始下一步的安排。 这天李娜又跑出去了,一直到傍晚时分才回来,因为没时间做饭,就干脆在外面买了几个熟菜打包带回来,一家三口坐在客厅吃饭。 虽然明面上我们还是有说有笑的,可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那种温馨,老婆,我妈那边想孩子了,让我把女儿带过去,在她那边住几天,我已经跟公司那边请假了,准备明天就过去。 这段时间一直在忙工作,都没什么时间陪孩子,这次我想好好陪陪她,你这边没事的话,咱们一起陪陪孩子吧。 本来我是只准备说前面那句话的,可最后还是加上了后面一句,出于什么心理都好,就当是最后的救赎吧。 哎呀老公,我正准备跟你说让你请假的呢。 没想到这要巧啊,我这两天正好也有些事情,准备说让你请假看看孩子的。 你也知道的了,结婚之后我一直在家相夫教子,好久都没出去玩了,正好昨天我闺蜜叫我一起去旅游,我想。 看着双手合十一脸请求模样的李娜,我淡淡地笑了笑,这样啊,那行吧,你也是在家憋久了,那就你去旅游,我带孩子去妈那边。 果然,我最后好意,却还是敌不过情人的魅力,李娜。 既然你自己放弃了最后的机会,那就别怪我心狠了。 第二天一早,我带着孩子去了一趟游乐园,好好的陪他玩了半天,才将他送到我母亲家里,才不慌不忙地回到家中。 我知道今天李娜和江凯也会出去玩,并且两人约好了今天晚上,就在属于我的那张双人床上。 让李娜怀上他的孩子,如果是以前,得知这个消息,我肯定气得吐血三声,但是现在我已经看开了,没必要跟两个死人计较,回家的时候,我特意将准备好的东西都带了回去,稍微地布置了一下,才带着一个煤气罐躲到了厨室里。 这个厨室是开发商送的,不算建筑面积,大概有八个平方左右,平时也没放什么东西,正好供我藏身,在漆黑的厨室里待了不知道多久,为了不暴露自己。 我甚至连手机都不敢看,生怕光头出去了,直到外面响起了开门声,紧跟着还有男女互聊的话语声,其内容只能用下流粗笔来形容,很快。 两人对话的声音就变成了浓厚的喘息声,等声音逐渐远离,直到最后听不清了,我才推开储物室的门,眼神冰冷了,看了一眼卧室,无视了里面传出来的动静。 提着煤气罐来到电视这边,抽开电视柜,露出了后面的一个小圆孔,紧接着又从身后抽出一根塑料管,将一头接在煤气罐的出气口上,另一头塞进小孔里,缓缓拧开了阀门,坐在客厅的沙发上,等了大概五分钟左右,听到房间里的动静越来越小,这才拿起电话给江凯打了过去。 喂,你,你明知道,我,我这个,时候正在忙,打,打电话给,给我干嘛。 江凯说话的声音有些气喘,除了气喘之外还有点虚弱的感觉,然而说话的时候却理直气壮的。 好像里面那个女人是她老婆一样,没什么,我就是提醒你一下,你有没有觉得头疼头晕,恶心范围,四肢无力,就连意识都有些模糊的症状? 我说的这些都是煤气中毒的症状,其实正常情况下,这么短的时间只会造成轻微煤气中毒,不会像它现在这么严重。 可惜那是正常情况,而江凯在奋力的时候,呼吸和血液流速远超正常人,自然轻微中毒就变成了严重中毒,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会,然后才传来江凯虚弱的声音。 你,你在房间里放,放煤气,没错,好好享受你仅剩的时间吧。 你,哦不对,是你们没多长时间可活了。 傻,杀人士是犯法的,我们,死了你,你也逃不掉。 我没想过要逃,我挂了,还得给消防局打电话呢,不过等他们赶来,你们这对狗男女应该已经被烧焦了吧。 不,不要,不,不等江凯说完,我就挂断了电话,随手报了个火警电话,说清楚了地址之后便走出了家门,关好了家里的大门,抬手又拨通了一个陌生电话,下一刻。 卧室里就响起一个老旧的手机铃声,没过多久,屋子里轰得一声炸响,一道火光从门缝里喷了出来,浓烟之中仿佛带着些许焦糊的味道。